大量土石崩落,岩石裸落在外,下方就是台铁三号支线,树枝和土石还堆在上面,随时都有第二次摊放的可能。 崩落地点就在台铁三号支线,连接新北、瑞芳和海科馆,下午列车行驶经过崩落地点,发现土石崩落。 列车立即退回四角停车站。 我们现在在现场维护这个交管,跟查看这个边坡的损害情形,那希望我们的有关单位应该是属于算台铁局啦,因为铁道部分跟边坡他们在做围管跟围养,那下面就是我们调和街的主要干道。 希望能尽早把这个边坡的安全,把它养护好跟修复好,保护我们在地这边,基隆市民或跟沙子里的这个姓民的,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。 台铁三号支线发生边坡,土石崩落,目前列车行驶南下北上都无法通行,台铁全力抢修。 预计六号凌晨就可以抢修完毕。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。